农业机械化的时代替农民省时省力省工之外 如何延长农机具的使用寿命 光丰地区农会在农粮署农区分署的支持下 特别为农民开办农机具保养与修缮讲习训练 邀请到专业的农机修理师傅来讲解 也传授农民基础的保养及排除机具故障的方法 农民获益良多 如何延长农机具的使用寿命 除了定期保养农机技师在光丰地区农会 这一场农机具保养以及维修研习训练中 也教导传授一些基础的机具维修方法 让农民也能DIY排除农机的故障问题 运动是直线运动 为什么可以转到往下 所以它的那个鞋齿 像我们一般除草机的话 它是有暖一般都是暖轴的 暖轴的话 它是需要有润滑油去润滑 然后如果你没有去润滑的话 因为你铁和铁在磨合的时候 它会产生热量 热量的话 它就会产生它产品容易损坏 虽然它是一个消耗品 但是你如果去做保养它的动作 这个东西就寿命就会比较长一点 从农机零建筑的介绍 运作理论 机具保养到检疫基础的维修 台上讲师深入浅出的说明讲解 台下农民认真学习也举一本三 学习互动热络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参加这个 了解保养小农机 随着科技的进步 农业机械化也更加成熟 更具规模 尤其近几年在农粮署 农区分署农机具补助之下 农民投入机械化生产也成常态 但是缺乏对农机具的维护保养知识 增加农民的农机具成本 光丰地区农会有鉴于此 特别开办这一堂研习训练课程 让农民也能DIY学会基础的维修保养方法 这几年农业部农粮署都有补助一些小型农机 具的补助 那我们这里的乡亲很多农友也都有买一些小型农机 那苦于说小型农机他们在于 后续的维修保养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疑问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特别办这一场那个小型农机的检疫维修与保养 让我们的农友可以了解基本上的一些机械的维修跟保养 那让他们的机械可以用来比较久 看见农民高昂的学习态度不耻瞎问 各个会议良多不仅农机行技士就连主办的光丰地区农会也十分赶配 未来也将持续办理农产业各个领域的研习训练 让农民有一个温固之心的学习平台 进一步提升农产业的竞争力 记者石油蓝光复采访报道